这种别墅 当年这种小狗图 这种图法都是手画出来的 现在都有颠倒了 原来这都是手画出来的 我们当时画小狗图的时候 都是用手画图示的 那个图示是可以用 用那个指挥把它求出来的 有一套做法 你想做一个什么图示 从选哪个角度 然后做到面上是什么样子的 全是用手画出来 现在你们都方便了 直接用电脑 用cg 随便哪个角度 怎么转的看都行 我们那时候可惨了 定好这个角度 你就这个角度 你另外一个角度就画出来 计算机辅助设计 就是那个好处 另外的100 已经结束了 你们可以参考这些作品 做别墅呢 也是要一样的 其实跟做主宅有一样的 也是要先从平面露宿 你至少 比如我的平面 我一个 我的地形是这样子地形 那我就要好好解读这个地形 对吧 哪个地方是最适合放出口的 这边还是这边 先读好 这样的好出口 位置能定下来 出口呢 作为别墅来讲 做进了出口 我们进去以后 一般是个会客厅 这个客厅是什么样子的 也能算得上 比如我出口在这地方 我出口 在比如约束的出口 肯定是有个门斗 或者有个门廊 有个大一个空间 进来以后 比如这开个洞 这上面可能就是个门廊 进来也是个门 进来才是一个会客厅 这个会客厅也可以往这边布置 也可以往这边布置 就看哪边景观好了 因为会客厅 一般还是要是眼光的 朝南的 多一点 朝南 做了以后 我北面做什么 我北面做厨房 做餐厅 甚至我餐厅 接着会客厅也可以 餐厅也可以放在这地方 我要求我的餐厅 都是朝南的 整个采光很好 最好的面 让给这种起居室 餐厅 卧室 然后不好的 比如朝东的 不是朝北的这种房间 做佣人房 做什么 卫生间 做洗衣房 都可以放在这些地方 这样一放的话 北面是个辅助空间 南面是实用空间 整个的 你的里面的这种分割 都能画得出来 至少一层 是能看得出来的 然后我可能还考虑 我上二楼 我楼梯放到哪个位置 是我要一进门 就上楼梯 还是我进门 进一个转换厅 然后再厅后面上楼梯 这都是你们可以研究的 有人可以做 我直接上楼梯 也没问题 这也是个做法 我进了一个厅里面 我转换一个地方 我从其他地方上楼梯 也可以 那楼梯上去以后 是什么样子的 我楼梯上到二层 那我可能上了以后 比如我客厅这边 正常情况下 我们坐这都是三米层高 我觉得层高太矮了 我想把这块挑空 那我把这块层 做高一点 这块踏一下 我走到二层 这块是空的 一层二层连通的 就是我把客厅的地方 做得很高 到时候做 太吊灯 做水晶灯 都可以坐下来了 所以我这块可以挑空 那我楼梯上来以后 那我朝南的 这块做个卧室 朝南的一般做卧室 或者是朝南的做不下 那我朝西的这边 这块也开个窗 也有朝南的窗 这块做卧室也可以 然后坐到卧室 两个卧室 要不就每个配个卫生间 要不就是两个合用 一个卫生间 总是要考虑卫生间 那些东西也要考虑出来 再多余的地方 比如我路口的地方 也是多余出来的 这块不像做房间 做什么 做家庭厅 什么叫家庭厅呢 我小孩在玩的时候 我既可以坐到这地方 看到下面 也可以坐在其他的空间 都可以 就是我这块做栏杆 我人可以从这看到这地方 所以二层也解决了 再做三层 楼梯上到三层 三层整个的 那我催台 然后肯定这就是一个大卧室 南边带个大卧室 北边再加个大卧室 一下子就出来了 那整个的这个 其实平面的造型 平面的布置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立面造型 根据立面造型 你再反过来 再优化我的平面 哪块不合理 我再根据立面 效果 我要做这个效果 这块造型做出来不好看 我稍微优化 调整一下 这块墙出来一下 这块墙收进去一下 都可以的 那就是微调 但是一开始 肯定是先从平面路手的 哪块是 人是先从哪块进 主路可在这 那我次路不是不在这 那我外面的花园 是怎么出来的 要考虑清楚 从哪个地方出来花园 北面是什么样子的 我停车会设到什么地方 对吧 我放在室内 那我就要有个停车库 如果放在室外 那就是在外面 如果地下车库放在下面 那我就要加个坡道下去 就是这种一系列的东西 要考虑清楚 还是要先从一层平面路手 感谢观看 要先从右肩停转移 看 Dass你这种一系列普段进行 为什么要再往后 更加切粘bucks dich monitoring 我需要再做他 看看还有什么哪一方面需要再给你们想的 不论是碰到多多厉害啊 或者你们工作上需要了解的东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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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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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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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多 你觉得这种户型 它就肯定要有 因为没有的话 我不要行不行 不要这个连郎不要 那我这会消防就过不了 我人过不来 其实就因为加了条连郎 它就形成个天井 我不加连郎 我这是有核心头 这边有个核心头 这个天井就没有了 但是往往 结构设计规范里面 有一条要求 就是这样一块 和这样一块 如果连接很小的话 抗震是不利的 就是就像你这样做 你这块做空 结构设计的时候 它会给你拉板拉过来的 就像你不用 一点功能都没有 它会给拉板拉过来 就它要保证这个洞口 不超过它的二分之一 什么的 它有个要求 所以说 很多时候 就是越方众的造型 越省钱 为什么要省钱 一个是结构省钱 第二个省钱 省得哪一方 保温节能上 我的保温材料的厚度 跟体型叙述有很多关系 你体型越复杂 它的外表面积就越大 就散热量越高 我就要保温做得越厚 然后表面积用得越多 所以越方正的护形 它用的那种材料越省 其他东西都省 而且方正的护形 还从风格上讲 也有个好处 越方正的护形 我风格做得越是越厚重 越漂亮 就是做这种厚重的 主要开很多大窗 十墙面为主 十墙上开小窗 就开那种小窗 它才会显得这种厚重感 很舒适 就这种风格就造成了 我到时候开窗 不要开太大 开的窗一小 我的造价也会降低 我的保温材料也会降低 其他的会降低 所以它有个好处 叫不到 就是通风味 那总比你中间 原来南北北面 什么都没有 要强一点 很危险 这种做法在哪个地方 也是基地一径那里 已经有建好的楼 在宝山那里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基地一径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基地一径是波涛设计院前面设计的 波涛设计波涛那个方案公司 是很强的一个方案公司 它是取自于美国 伦敦的赫石文化 赫石街区那边 赫石街区呢 所以它用的那种材料啊 包括它的手法呀 都是那种 稍微偏古典一点 但是又 又进行了一些简化的一个 偏先 又是简单一点的 有现代一些节点的一些 做法的一个建筑 有高层和洋房 花洋房做的也很精明 高层 高层嘛 毕竟为了降低造价 它又要被用的涂料 没有用面装什么的 但整体的户型啊 设计啊 其实也有跟着类似 这种户型也是最近一两年 冒出来的比较多 因为所有的户型都是有好有坏 就看你 做项目定位的时候 你取舍是什么 对吧 没有 没有实践师妹的户型 实践师妹的户型 就是那个 刚刚你们讲的那种 一层是一套的 那种肯定是户型是好的 三百六十度的景观都归你了 那肯定是好的 让你们看一下 花园洋黄 这是拿过来的 花园洋黄那个户型 花园洋黄的做起来很难 看一下里面啊 这个是属于英国的读作风 英国在不知道哪一世纪啊 有一个都督王朝 都督王朝里面用的就是砖 这种小顶 加上烟囱 组成的这种做法 万科也是万科最先用的 万科的一个红郡 最先用的这种风格 他有很多这种小山墙 加上这种一部阳台 一部阳台就是很窄的 比如600块的一个阳台 一开门就是个阳台 人可以站到上面观观景 那一看 我看电影的时候 就看到 他就大陆台湾的 就对着一个小阳台 不要很大阳台 小阳台 就站一个人就行了 一部阳台 再加上个小坡顶 侧面的造型 加上烟囱 都不是中式的 中式的坡顶太复杂 那种挑的那种挑颜 什么东西 哪有 现在都简化了 中式的太复杂了 太难做了 现在都是七式的 西方的这些东西 中国古代没有延沟的 中国古代它有那个滴水瓦 应该知道的 就是那个 厘面上有很多这种瓦 这瓦 看下来都是小青瓦 不讲宫廷的 讲普通民居的 下来以后 它有很多这种 类似于这样的滴水瓦 雨下的 就滴下来了 所以中国的建筑里面 有个意境 就是下雨的时候 我听着滴水的声音 然后就文人默克 这么做出诗来 因为它这个瓦 一个是滴到自己的小庭院里面 因为很多民居里面 有自己的一个小庭院 要不就滴到外面去 就是听着滴水声 弹着琴 喝着茶 然后意境就来了 中国 所以说中国古代是没有那种 排水沟 天沟 这类的都没有的 西方才有 有排水沟有个好处 就是它组织排水 它把水都排到一个地方去 就不可以临到其他的地方 都是西方来的 中国人 中国中式的还追求这种意境呢 你就让它 但是中式现在别墅 太不受欢迎了 市面上的这种中式的 做法的东西 来都不喜欢 做得好的寥寥无几 总是觉得这种别墅做出来 就是刷个白墙 弄了一个黑瓦 这个这么便宜的 哪值这么多钱 这种户型就是 这边的比较复杂 多样的楼基 压房里面一般都带电梯的 自己带电梯 其实就是造型上的区别 造型上的 就是更加层次 更加丰富了 然后我多层 一般的是一层到六层 弧形都一样 我这个花样房 可能就不一样 我上面的一层 它推进去了 我上次讲过 推台式的 我一层 我画跑面 一层可能又大一点 我这么长 我二层 可能就在这个位置了 弧形小一点 三层可能更小 然后四层就是这样子 地道上面 弧形越小 这边有个大露台 这边 就是这种做法 手法的差别 这个其实就是手法的差别 不涉及到任何消防规范 规范之类都一样 给多层一样 就是说户型怎么组合它 但这个组合 也不是说随意的组合 这个为什么有难度 就是你想做出来的户型 有的时候结构做不出来 因为你退的太多了 我的梁没办法搭了 很多时候造成这种情况 太复杂了 你弄得太复杂了 里面我可能做不了 经常都碰到这种情况 所以说花园范的设计 甚至难过别墅的设计 我只是说平面功能的布局 别墅可能难的地方 就是哪个地方 别墅难的地方 是因为它造型 做得又漂亮 又有味道 但是花园范范的难度 就是在于这种平面上的叠价 往下边的一层 往上边的一层 怎么来衔接 怎么退台 怎么做 这是它的难度 它这个做法 其实比高层要难得多 高层其实挺简单的 你自己做的就知道了 高层之战并不难 好吧 今天晚上刻到这边 你们这个作业 还是要不要完成了 这个 这样子的肯定是不行 太浅了 至少要达到 我给你们样筒的那种深度 你不画到那个深度 你会发现不了问题 你画到那个深度 它会发现很多问题 而且画楼梯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画法 我们当年做设计 无论是方向设计 还是什么设计 都是从画楼梯做起来的 画楼梯 做厕所 都是从这两个方向 做起来的 公共厕所 没有 做小设计 一开始先做设计公共厕所 哪有机会 让你设计什么别墅 高层 没有 小门卫 从这几个地方 慢慢学会的 土框大小 你们都知道什么是标准土框 什么是非标准图框吗 图框其实它有一个比例大小的 这个你们自己查一下 那个制图规范吧 就是因为我们制图里面的几个标准图框 A0的 A1的 A2 A3 A4 图框 都不一样 A4的是297 乘以210的 都是一毫米的单位 A3的是420 乘以下297的 对 这些 最基本的你们也要知道 这个也是你们走到 方案公司和设计院里面 需要了解的一个 一个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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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